賀美町未來賀岡路旁邊的白水溝 到內地競然有大量的熱鍋梅本色和紫草 造成垃圾水流向旁邊的中產 這種狀況有激光力等 關於賀岡千米搖廁東北里長到廣府港部署會寒 希望在賀岡路上的燒白水溝 賀岡路上的燒白水溝 賀岡路上的競然都是紫草 本色的才是熱鍋梅 關於賀岡千米看到這種狀況 搖廁廣府港部署到東北里長再會會寒 賀岡千米說這種狀況實在是太可怕了 在那旁邊的地方受到影響以外 再來讓整個來人做大水是如何 賀岡路來往車輛很多 有的人怕都亂不彈 跟陳輪飛揚都會落下這個狗子來 狗子雖然不大條也是滿深的 我們剛才看預計很高了 所以今天我們請我們的公務處來 請他們盡快幫他清潔 不然我們這個農民有在歡迎 預計一些垃圾水都會照到他們的產地 五百里長蔡瑞家說 這條水溝每年都是這樣 這裡有向廣府町前才會來清屋 而且農民歡迎 所有本色水都躲到他們的產地 讓農民不敢在垃圾水旁邊保證 農民說這個狗子都不清 一些粗水狗都流到他們的產地 產地整個都不敢補 你不敢補一條一條四角都流了 所以農民官政府可以盡量 測試時間來清潔 最後到憲童貫在家務處 協議為學科上議會 向官議員熱蔡米溫農 將在五月左右發包清屋 讓這條水溝可以沖通 然後造成某部分的預計 所以我們公務處這邊會派公 來進行一個清育的工作 那預計清育的工作 就大概是一個月的一個公期這樣子 不過理中任務官府 每年都沒有主動來簽誤 都需要議員卡電話法官門會寫 讓他跟其民非常不滿 希望官府可以比較主動一下 請請發新聞 黃俊懷 賀米 蔡宏波登